好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盤中現在目前台北股市上升207點 那今天剛剛講到一個大新聞 就是這個中芯國際會被美國這個出口管制 今天盤面上其實有蠻多這個個股在反映的 請塞工分析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現在這個盤你怎麼看 這個影響會對我們這個電子股 發生什麼樣的一個影響效應 OK 那以我們單純以中芯國際來 這件事情來講好了 那其實大家現在應該都知道了 因為這個外資一大堆報告都出來了 就是說中芯國際被制裁了以後 那台灣又是最大的受益國 又是受益的一方 那最主要的是因為像是聯電來講的話 我覺得最大的受益的公司應該是聯電 那為什麼呢 因為聯電跟中芯的 他們產品的重疊性是最高的 幾乎是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呢今天一旦呢 大家沒有辦法跟中芯買東西的時候 那會第一個想到是誰 一定是聯電 那所以呢今天聯電已經漲停板了 那也不用再多說了 那其次呢就是世界先進 因為他們外資是把它列出來的 是包括了台積電 聯電 世界先進 那事實上呢台積電跟這個事情關係不大 因為它這個先進製程跟這個中芯 跟中芯的這個成熟製程那個差很多 所以呢應該是對於世界先進是比較有利的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中芯呢它被制裁了以後呢 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半導體的製造方面 就開始呢 他們就沒有辦法生產那麼多的產品出來了 好所以呢 之前呢 因為半導體的價格呢 因為中國大陸這個產量非常的大 所以呢這個製造造成的半導體價格的下跌 現在呢他們沒有辦法再生產以後 那供需全世界的半導體的供需就恢復平衡 恢復平衡以後 這一些的半導體的價格就有機會上漲 所以對於望宏對於南亞科來講 會是利多 那當然今天呢 華邦店率先漲停 我必須要講說 因為它最便宜啦 那反正大家就把它通通都綁在一起了 那所以呢這三檔股票呢 也是可以注意的標的 萬宏南亞科這個華邦店 對 OK 好 所以其實目前來看 大家這個想沒有想到說川普這個時候 這選舉快到 這個出手越來越重 現在又指向了這個中芯 乙哥你怎麼看 這個台場後續這樣聽起來 剛剛是講多利多 有沒有什麼隱憂啊 其實這樣講好了 台積電董事長張宗鵬去年講句話說 台積電優勢有個重要優勢 是受惠於地緣政治 是 就是說 美中貿易戰 如果美國有這個底氣 跟中國打科技戰貿易戰 出對抗戰 最重要的是什麼 還有包括軍事戰 台灣會成為美國最重要後勤支援部隊 如果美國 台灣沒有支持美國 美國打不下去啊 你要理解說 在整個 這是兩岸三地 或是大國的博弈裡面 這是台灣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如果 如果 我常覺得 一個講一個事情 當 美國最先進的晶片 包括F35 單刀洲際飛彈的晶片 在台灣 這個台積電做 我就問 我常問大家說 你覺得中國的呢 你覺得俄羅斯的 你覺得法國的誰做 當然台積電啊 那時候一直跟很多人講說 台積電裡面有CIA 一定有 不然我的晶片 當然可以做 那好 台積電裡面有CIA 當然有 可是你會看不到 就像台灣裡面 美國在台協會有很多不穿軍服的軍人 就一樣道理 這個是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跟人家講說 台積電已經去美國 這已經台灣不是選邊站的問題 在台灣已經融入美國國防體系的一環 這是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打海石或打華為打 我們現在跟美國對手越牽越緊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 很多時候台灣不要成為美國 其實我嚴重講 第一個 美國需要台灣 第二個 中國也需要台灣 很多人講說 我們台灣每年賺中國多少貿易順暢 你仔細拆開來看 一半以上電子領主件跟半導體 如果台灣 現在台灣 美國 中國為什麼不敢台灣切ECFA停掉 你要知道 我現在台灣 太期待台灣 可不可以賣一點半導體給我 你要理解這個 這個不一樣的局面 所以我常覺得說 大家在看台灣的時候 他又要用一種新的 我們不要瘟字匪伯 當然很重要 我跟你講 今年為什麼台灣的整個工業地 或台商回遊 這個是整個戰略上 你會發現 我都認為 大家三五年後再來看一件事情 台灣內需一定會起來 台灣的人工薪資一定會提高 大家跟過去30年是不一樣的局面 這是一個台灣一個轉捩點 怎麼去看這個台灣 所以 地緣政治歷史的機會 現在正在台灣這邊 連我們的低薪 這個萬年成鵝 應該都會有機會被改造 我可能講的比較早一點 一定想說你講的屁話 一定在罵我 不相信 可是 你再過幾年就知道了 這個網路可以留 投資就是要看遠 網路可以留下來 那以後不准再罵我 這段影片永久留存 隨時可以去YouTube自己按播放 以哥說的 我們台灣未來越來越好 好 那剛剛講到說 這個金元雙雄 其實外資每次都喊一些目標價 因為很多投資員會問說 到底這個價錢要怎麼看 合理目標價是什麼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外資是說台積電 587 連電說40 這個價位合理嗎 蕭老師 你很會算數字的合理嗎 太不合理了 太不合理了 是不是高估還低估 那個宏達電影前1300 也是那些歪子算的 基本上就是說 587有沒有 然後我們從過去 世紀的那個EPS來看 不是 他的本益比來看 已經差不多接近在3334 有沒有 這麼高 那代表就是說 未來的成長力道 確實要很高的成長力道 那我是覺得再怎麼好 然後又遇到這個疫情 然後美中這些關係 有沒有 其實不確定性太多 我個人認為太高了 OK 好 不可能太高了 賽公 你有沒有不一樣的看法 也沒有很不一樣 你也這麼覺得 我有一個想法 就市值去想 聯電一下市值多大 100億美金 聯電是100億 對 100億美金 如果說 地院政策的角度去想 100億美金的 如果現在是 現在的價格 100億美金 你覺得聯電100億美金 貴還便宜 你去想 如果我要再弄一個聯電 這個規模 或是說 Global房子也好 100億美金 對於20年前投資人都說不貴 100億美金 就是說你要去 這個晶圓廠的價值 就要用全世界去比較 我4000億的台積電 跟100億美金的聯電 你這100億的聯電 有沒有這個價格 聯電有沒有可能151億美金 有沒有可能200億美金 就去思考嘛 貴不貴 就從這個角度去想 有沒有新的一些想法 就是說未來 這場是不是越來越重要 台灣半導體是不是越來越重要 如果中心被掐住 那這100億美金貴不貴 這另外一個思考的邏輯 OK 你是從整個大局勢來看 這樣聽起來就是你覺得 還很有潛力 應該講你覺得 100億 就像水果一樣 冬天跟夏天價格不一樣 我有說阿宇哥你說貴不貴 對大家去想 100億是貴不貴 我沒有訂賤 你覺得這個 聯電100億貴不貴 美金 就這樣 其實我們節目 這個多元的不同的專家 發表不一樣的看法 都給大家 我覺得最重要 最最寶貴 就是一個思考的邏輯 大家去想 那這個投資 你就慢慢自己不斷在進步